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春林 我现在来跟大家分享 家庭式的办公室的风水 因为风水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小型的办公室一样的 跟一般的住家 方面的布局也是一样 我们一进门的位置 就尽量 就是说一定要给他有一个 比较高贵的 比如说红色的 代表喜气洋洋 这些名利的 像龙马金神 或者是招财敬宝 有本龙色的那些 那就是代表一种时期 另外呢 假如说是金色的 看起来有 配合一些金银的 那叫金碧辉煌 那假如说是有挂画的话 那看起来会非常的有涵养 非常的高贵 当然假如说有这个 盆栽的话就利益暗然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用法器 假如说外面有壁刀 乌角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这个开硬龙 或者是这个 扑令 或者是纸巾洞 来收取这个财 来破解这个煞气 这样的话 我们虽然有是凶 但是能够逢凶化吉 能够反而能够 招来好的一个气印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边 我们看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 这种主要的董事长跟CEO 他坐的位置 一般来讲他坐在旺位 就整个来讲他是做 他是做属于 就是做北朝南的 认真品相的 所以说本身来讲 他当然要坐在财位的位置 坐在旺位的位置 这样的话 董事长跟总经理 坐在生气位 旺位的位置 他可以横观前局 然后能够掌握状况 那财务也是一样 财务的位置 本身来讲 一定要在财位 或者在旺位 这样的话 财务钱会越来越旺 那业务部呢 竟然给他在前面 因为业务部的话 他竟然给他活动 他能够活动 所以说业务部的通常 我们会放在最前面的位置 那通常来讲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部局里面 很重要的就是 电扇跟冷气的位置 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 本身是在旺气位 所以说 他越吹就是越旺 越吹他就越强 所以说 增加我们的这个 办公室的一个能量 让他能够赚更多的钱 或者让他的业绩长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再来看这边 这个是有一个 这个 我们的孔雀毛 因为孔雀本身有很多眼睛 代表他可以化解小人 那孔雀开屏 就是急事临门 也是代表财气 所以说这个孔雀毛 本身可以放在我们家里的客厅 也可以放在办公室 这边来化解小人 增加和谐 那布局 这边的布局 本身来讲还缺了一些 比家属于勉励的治愈 我们都知道 办公室需要 需要比较勤勤劳啊 或者是龙马精神啊 或者是类似 能够激励的文字 也就非常重要 那通常来讲 我们看这边也可以挂一些 幅头画 比如说像百鸟嘲讽啊 这些的字画 都会增加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磁场能量 这是一个风水布局 当然水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住家的水呢 在布局上面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布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本身来讲 这个位置是属于叫做生旺之位 生旺之位放水车 放鱼竿 能够吹旺柴 然后另外呢柴位在这边 进我们的柴位在这里 柴位的地方 可以换好纸巾洞 可以换好这个聚宝盆 或者甚至于纸水巾等等 这样的来增加它的柴气 这非常重要 那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到 我们家里的一个办公室风水 那希望大家假如说有这个 有办公室方面的一个 风水方面的一个布局的话 那照我这个方式来走的话 那我相信我应该会非常的旺 非常的赚钱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观赛